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委游行还在继续进行 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美股为什么会上涨呢 因为股市反映了对经济的预期 上周五的表现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料 但是这样的繁荣可能维持不了多久 美国劳工统计局在数据发布后几天就纠正了失业率 实际失业率仍然保持在16%以上 美国三大股指自疫情以来均出现了先大幅下跌 道指四次熔断创造了历史 但到了6月5日 所有的股指不仅收复了3月的失地 而且还在向历史高点逼近 其中纳斯达克创出历史新高 这样强劲的反弹在美国股市上极为罕见 这里面有理性的因素 也有非理性的因素 纳斯达克主要汇集了高科技新兴产业 它们受疫情影响较小 涨幅大的集中在信息技术 科技和医疗健康等领域 而标普500主要汇集能源 航空 酒店 旅游等传统行业 在成分股中 它们占比将近16% 而且标普500成分股的海外营收占比高达40% 受疫情影响较大 所以标普500的走势就不如纳斯达克指数 美国股市中 个股分化非常严重 牛市主要是靠大市值的股票的上涨 从2008年末到2019年末 纳斯达克2800多家上市公司中 中位数股票涨幅只有33% 而前10%涨幅最大的股票 平均涨幅为19.6倍 所包含的280多家公司市值之和 占总市值的50% 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 我们不能用评价A股指数的思维去评价美股 上证指数是全样本按市值大小进行加权的指数 这样的指数编制方法 在欧美股市已经不再采用 道琼斯指数开始时候 是用12只成分股的市值算数平均值构成了日平均指数 后来扩大到30只成分股 一直维持到现在 另外 A股几乎没有退市 但美股是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优胜劣汰 纳斯达克市场累计退市的股票超过4000家 这种激烈的竞争也保证了美股长期走牛 另外这轮美股强劲反弹 最主要原因是疫情期间的天量宽松政策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在25个工作日内 已经总计宣布放水达13万亿美元流动性 今年借钱的总额将超过过去5年的总和 目前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表已经达到7.3万亿美元 并且美联储计划在未来6周内 再印制出一个法国的GDP也就是2.7万亿美元 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底 其资产负债表将到达10万亿美元 而美国财政部也进行了大规模发债 估计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将创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 如此大规模印钱 大宗商品和普通消费品价格并未大幅上涨 因为实体经济需求不足 所以大量的钱去了资本市场 引发了股市的强劲反弹 到目前为止 美国经济依然处于低迷之中 往后看 如果经济没有起色 很多上市公司会面临经营或财务压力 如果美国企业的高杠杆现象不能缓解 债务违约风险有可能爆发 则美股未来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